影视剧《溜粉》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,又是九龄流量花,又是二搭,范围已经直线缩小,而随着导演邓科在社交平台上关注杨子,折腰女主的花落谁家早已显得呼之欲出,别提开机了,就连热度都在逐渐降低,慢慢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。 而女主的人选也开始逐渐易主,慢慢开始了一场溜粉大戏,直到2022年上半年,折腰的女主被传得一直都还是杨子,下半年开始女主的人选则开始慢慢变了方向,但并得到正式回应,瓜又开始击鼓传花,经历了陈都灵、张婉毅、王楚然等人选后,前不久则又传到了送意与林更新处,折腰送意基本没问题,男主可能换林更新,暂定12月吧。 因为瓜主是圈内人士,且爆料一项十分准,所以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的同时,更是开始热议起两人与折腰的适配度。 当然,在送意处依旧是对其颜值的肯定,但,送意的长相与女主小乔的人物设定不太相符的同时,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反对。 至于林更新,则自然是重现出演与凤行时的惨剧。网友对其的颜值,照旧打上问号的同时,亦不知他是否能够演绎出一个霸气的主攻形象。 谁曾想,正在网友热议之际,宋益与林更新方却开始纷纷辟谣。 宋益的经纪人说,折腰是啥没听说过,没接。 林更新的粉丝团也直接替偶像回应说,经了解,网传接了折腰的消息不实。 虽然不是本尊亲自出面辟谣,但大同小异。 显然,宋益与林更新是不会出演的,瓜主也直接翻了车。 不过,宋益与林更新的否认却没有阻挡瓜主爆料的热情。 邓科指导电视剧《风火红霄》,改编自彭莱克小说折腰,主演暂定,刘雨宁,宋祖儿。 当然,对于爆料,自然还是要秉持着吃瓜不信瓜的原则。 除非到了官宣,还真不知道男女主是谁,网友就当是看一场热闹。 我是石碱烟花,人间烟火色,罪腐烦人心,更多好文请关注。